正忙于新少林寺宣传的成龙 1月14日晚匆匆赶到某露音棚 为北京市公安局公益形象歌曲《平安北京》献生 曾在电影中多次成功塑造各种警察角色的他 现场还特意换上警服 与民警们一起合唱 用歌声去写警察故事 昨天参加新少林寺发布会 因洗澡迟到的成龙 今晚则是早早到达现场 警察心结可见一斑 小时候我很喜欢做警察 但没有机会 没有读过书 后来到了我有机会做导演的时候 我就写很多警察 我相信大家知道 警察部11月356 可以做我都能做 我就把我小时候的梦想不能做的 都从我电影上面出来了 现在我就邀请做一个警察大使 先唱一首歌开始 希望有个警服 慢慢我就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香港人就有一种叫 武警 头警 服警 我希望以后变成一个服警 快兴的时候可以跳过军工去 可以看到交通啊 玩一下东西啊 希望我们 全国的市民 有我们的公安 朋友保护之下 各个都平安 也希望我们的警察朋友们 平平安安 谢谢 酷乐娱乐 百姓报道 谢谢 我们准备看 给你个人 选择 选择